今天是2021年12月1日 農曆10月27日 新丑年幾害月 貴未日 一個超級無敵的王道大吉日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了什麼 首先我一起床 其實昨晚指示的時候我已經在念經了 今天早上我就做了一件 從來都沒有去做過的事情 就是特意去街市買些東西去放山 我真的從來沒有做過 首先我上次去街市 我想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情 真的很少去街市 然後還要買在我家附近的碼頭去放山 但其實我做這件事之前 我都有擔心過 我都有自己去占卜去問一問 究竟如果我放山做了一些東西 他會不會很快又被人去捉回 浪費了整件事 還有會不會有些不環保的行為 就是引入外來物種 但是我記得我抽牌 因為我是開牌的塔羅牌 那個答案是一個Big Yes 即是他說不會有那些問題 然後是Big Yes 叫我應該要去放山 好巧呢 我很記得那裡那裡有一些很明顯的 六這個數字 我就去買六樣的動物去放山 而且很明顯我都已經想到是買鞋子 因為如果我買魚 通常街市的魚應該已經是掛了 而且你很難買活生生的魚 難道給你一個大水袋拿著嗎 但如果他給一個盒子 我又很難去拼 那有些什麼東西可以拿出水一排 就方便我去碼頭倒放呢 我一想就想到鞋子 那果然真是巧到哭 我去到街市 然後上去看了不久 然後有一檔 他果然就是一百元六隻鞋 那我就一買就買了這半個鞋 就去那個碼頭放山了 既然去了這些街市 血腥污衛的地方 然後去了放山 但是因為之後 其實我的行程就是要去參神 去禮佛 所以中間我就回到家去沐浴更衣 洗完澡之後 還特地去噴了香水 所以真是本住一個非常乾淨的心 然後就出發 而且說真的 其實我本身是一個不穿底褲的人 那也是 你去參神 你沒理由只隔著褲子 很不尊重 所以我都特地 其實不衣服 我又沒有去換 但是 起碼穿一些比較乾淨的衣服 還有 隔多條底褲好像尊敬一點 那我就特地找了條紅色的 好咬的底褲 但是紅雲當頭 是不是 當雲一點 走去 首先就是去北帝廟 就是祈求國泰民安 正所謂呢 希望 祈求民主與自由 萬世都不撓 希望我們現在 這個社會 經歷這麼多風雨飄搖 但是可以 和平永享 而這個也是我的第一次 因為有時候經過北帝廟 會進去認識個嗨 隨便鼓鼓 拜幾下 但是這次我是第一次去 正正式式去買一份衣 買一份寶 買些香去燒的 去完北帝廟 就特地跨區走到九龍堂的省善真堂 記住不要讀個省字 因為它這個省是 反省 耐省 自省的那個省 這個省善真堂 是真是正東西來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有一些 有修憾的朋友 他們那個修圍很高的 我這些是便宜的 OK 他們說這個地方 是 真是很猛料的 靈氣逼人的 甚至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他去到就立即沒有管動 因為他身上有些 不是那麼好的東西 所以不太想讓他進去這個 這麼正氣的地方 然後我那些有修圍很厲害 修圍很高的朋友 他實際上說 這個是香港的霍甲華茲 因為裡面是出了很多的猛人 很猛料 他以前是有扶機服務的 但是現在因為疫情 就停了 所以今天 the rest of the day 我就在這個 省善真堂那裡 度過 然後裡面 念經啊 莊香啊 智省啊 反思啊 清修 這樣 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還有它是 很不商業化 很不謀利的一個地方 如果你有去開一些香港其他的 廟宇的習慣呢 有時候 你都會給那裡的 其他地方的 其他地方的 令到你都會有少少失望 但是這個 我省善真堂 真是一個非常值得 推介的地方 我真的覺得 作為香港人 你們是要去參拜一下 參觀一下的 在這個 這麼正氣迫人的地方 我除了 稀求自己 是可以 福慧增長 如意吉祥 也都希望自己呢 可以變成一個 越來越好的人 然後呢 就貢勸回饋回這個社會 因為在這個 五族樂勢呢 實在是太多的陷阱了 所以 用主土文的一句 我真的這樣跟諸佛菩薩說的 我說呢 不要讓我陷於誘惑 但救我免於兇惡 還有呢 最後要 為什麼我要拍這樣的影片 去跟大家說這些 事情呢 其實是因為 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分享給大家 話說呢 其實我很久以前 我都去過省善真堂 我想都有 起碼兩次的 起碼我人生裏面 有兩次去過 一次是跟父母很小的 不知道為什麼帶我去呢 那另一次呢 就是我自己共進去的 因為其實 我想 我真的從小到大 都很喜歡進去這些地方 就算我以前在歐洲 就是法國讀書那時候呢 我都很喜歡走去教堂的 我很喜歡去裡面 真的很莊嚴 很縮目的那個氛圍 是的 所以我真的對這些地方 比較有緣 很喜歡共進去這些地方 那 根據我的印象呢 就是 可能很小的那些 我不記得了 但是起碼上次我去省善真堂呢 它裡面呢 其實還有很多那些 隨緣結陣 流通的那些 經書 但是這次呢 竟然就沒有了 可能是因為疫情的緣故 什麼都好 除了一本 我看到的 就是這裡大家會看到的 那個 關聖帝君 救結文 薄薄的一本經書 短短的一篇經文 但是我覺得是這個 分亂的世代 對大家來說是一貼 非常好的兩約 先看一下它後面說什麼 關聖帝君 救結 盜人 紙迷篇 大劫 想想 再眼前 摸素勢 甚空炎 各人提防 早打點 密到臨時後悔難 為什麼不押韻呢 再勸大地男共女 收身保命 莫當玩 非常之口語化 親得人心 自由變 速盡大道 賞慈船 然後 他那個書的內頁封面 即內頁那個page 1 就說什麼呢 有個武製大師 自心的藥方 大師如細人藥 煩慾齊家自國 學到收身 先須復我十味妙藥方可成就 何名十美 好肚腸一條 慈悲心一片溫柔 半兩道理三分 信行要緊中殖一肺孝順十分 老實一個 陰督 不是 這個應該是一個質字 陰質全容 方便不拘多少 好了 現在呢 在這裏朗讀一下 這個關聖帝君的各世神經給大家 那 那 其實 其實 如果 我們 在圓區 圓門 我們會相信 其實有時 外在的很多苦難 其實都是 人類很多的惡業去招感而來的 那我覺得 真是在這個混亂的世代 希望大家可以去修心立德 然後去感召上天 是令到我們人類 是度過這個災劫的 OK 好 帝君曰 人生在世 貴盡忠孝節義等時 方於人道無愧可立身於天地之間 若不盡忠孝節義等時 身須在世 其心以死 是為偷生 凡人 心即神神即生 無愧心無愧神 若是犧牲便是犧牲 古君子三位四肢以神其毒 莫為暗室可棄 屋留可窺 一動一靜 神明監察 十目十手理所必至 放報應超超 不爽毫發 任為萬惡手 孝為百恨緣 但有亦理於心有愧者 勿為有利而行之 凡有合理於心無愧者 勿為無利而不行 若父帝教 請示帝道 敬天地禮神明 奉祖先孝相親守皇法 嗯… 仲師尊愛兄弟信朋友 目中族和鄉論 京夫府教子孫 事行方便廣跡陰功 夠難制及 率孤連貧 創修妙語 印造經文 寫若私查 解殺放生 造橋收勞 驚寡拔困 仲叔釋福 排難解分 捐知成美 誰分交人 冤仇解釋 糾稱公平 親近有得 遠避兇人 忍惡陽善利物救民 回心向道 改過自身滿看人 前惡念不存 一切善事 信心奉行人 雖不見神以祖民 家福贈仇 添止益酸 災燒病感 禍患不侵 任物涵令 吉星照臨 若傳惡心不行善事 任人妻女 破人分 因壞人名 接盜人技能 謀人財產 疏人增重 損人利己 肥佳陽身 恨天怨地 摸阿 乳科風 磅性毅然 滅象欺神 宰殺牛犬 毅力自止 此誓欲善 以赴押貧 離人骨用嫁人 兄弟不信正道 奸道邪淫 耗上斜炸不 仲勤劍 輕氣五谷 不報有人 門心悔己 大斗小勝 假立邪教 隱有儒人 鬼說聲天 臉物行淫 名門 暗片 還言曲語 百日秀座 背地謀害不存天理 你不信人生 不信報應 引人作惡不修騙善 行諸惡事 觀慈口舌 水火盜察 惡毒瘟疫 生敗 慘蠢 殺身亡家 藍杜女淫 禁報在身 軟報子孫 神明監察 毫髮不問 善惡兩途 福禍有分 行善福步作惡禍臨 帝作詩語 怨人奉行 然須淺近 大益身心 棄母帝言 斬首婚營 有能辭重 消空罪行 求旨得子 求仇得受富貴 功名皆能有成份 有所期 如意而獲 萬禍說消 千長雲集 諸如此福 唯善可治 帝本無私 唯有善人 忠善奉行 物汰缺治 是的 然後呢 你們有興趣可以再去 看下旁邊那篇 關聖帝君 親幹 濟勢 凌艷 救劫經文 不只在這裏讀給大家聽 話說 在曾經四川重慶 關聖帝君 即是關公 不乃 關聖帝君 臨凡是也 薩時長雲四喜 中古致名 京德王三 即是一個 一個鄉老 一個素行套善的 一個人 跟其他人一起 臉如吐息 齊貴階 就在這裏聽聽 關公的訓事了 關公其實在這裏開示著 為什麽世間會有這麽多災難呢 即是說 帝君怒躍 吾以忠義至世 吾在天上 心在人間 願救眾生 以忠義存心 免遭惡劫 不料眾生 造行無端罪惡 吾不忍生靈淘汰 前來告知你等 只因大家都不敬天地 不孝父母 不信神帝 奸人邪道 詭計發出 種種罪孽 惡貫滿盈 諸神表七一一奏上天庭 欲魂大帝 觀罪惡寶 堆積如山 帝親臨下界 擦茶善惡千人中 南沉十人行善 一千個人裏面都很難找到十個人做好事 回天大怒 要將作惡重生收盡 所以 像不像現在的這個世道 所以 跟著還有講 就是 吾乃罪諸天臣 即是 關帝他 關帝就乃罪諸天臣 再三哀求 欲魂大帝 方許准留一半 嗯 記不記得地獄武經話 人民留一半 斥令瘟神 通行天下 嘩我看到這篇經的時候 我打了冷靜 瘟神 現在全球沒有瘟疫 瘟神通行天下 就是要收盡惡人為止 但是 放心 一家修善 一家清吉 處處修善 處處平安 那所以呢 阿關帝就是為 眾生去演說這個 明世經國世文 所以呢 嗯 真的勸大家 為什麼 我要特意去跟大家講這個 黃道吉日呢 而在我本身的post 都跟大家講 解殺放生 我今天早上 是不是一起來 第一件就是做這件事 去放生六隻 橫行霸道的 是 希望以後 希望自己也可以橫行霸道 開玩笑的 開玩笑的 然後 今天我經常都歸解 然後去 禮禁神文之前 又侮辱 然後今天我經常都 沒有什麼去起一些 負責的心 嗯 就是因為 希望可以趁這個 今天那個磁場能量這麼好 就是叫做 道通天地 希望可以感應 是 祈求這個社會 祈求整個世界 人類共同體 是可以多一點點和平的 那 在此在這裡 公祝大家 身心看待 還有最緊要是做個好人 在最後呢 分享一段小小的 也都是我今天在 這個聖善真堂做的 東西 給大家看 就是我在文殊殿內 在這裡 唱頌那個 《文殊菩薩深咒》 希望大家多一點去聽聽文殊菩薩深咒 是可以開啟大家的智慧 以智慧破無名 可以令到我們人類拋除我汁 離開三毒貪親癡 最後再次公祝大家 是福慧增長 如意吉祥 你們胡佩露